教育部在台東大學舉辦全國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要高中學生只能夠靠努力在72小時內解決30度各種學科關卡 要學生明白要解決問題動動腦其實是比用電腦更有趣 這一項競賽的設計是將青少年喜歡的電腦線上生存遊戲 轉變為真人版的廠關競賽 帶比賽規定參加的高中學生必須被沒收手機和切斷電腦網路比賽 靠努力解決問題參加決賽的一共有31隊高中學生 其中6隊是國際隊伍 這一隊德國代表隊正在闖的這一關 包含了藝術和人民加上視覺科學 看起來很困難 他們用英文得與討論 想辦法解決闖關的過程 國內外國對大家合作用國字學習到的知識來解決問題 在72小時的限制裏闖過30關 比用電腦網路解決問題更有趣 文概略 所以 一些士